晚明春風 可愛的笑容 晚明春風 怕老人無風 親一下 親一下 恭喜恭喜 43歲的台語歌后張秀卿 明年1月4日將梅開二度 嫁給小他一輪 在南部經營水吃夜的王國站 兩人今天拍婚紗 耶 怎麼有點拘謹啊 跟老公應該交往大概幾個月吧 半年 半年 但是認識大概有三年 他生日的時候 他五月十一號生日 那我就跟他表白說 可不可以在一起啊 可是呢 就是很奇妙的是 只交往幾個月就要結婚了 進度能夠追這麼快 最大的助攻就是 回國隔天就拉著 有夠讚的國站地來一起運動 今天那個蘋果日報 7月14日他幫我們公開完後 結果就7月底的時候 所以我就跟他說 老師是說 我們可以進度一結婚 先提來交往那次 所以我們就是7月底的時候 我就跟他求婚 那老公有沒有什麼浪漫的求婚過程 到他那天 就是跟我求婚的那一條 我真的哭得 不能自我 我覺得 我這邊只沒有碰到 這麼愛我的男人 真的 這麼貼心啊 謝謝你 其實王國站的親人朋友 起初並不看好這段結弟戀 少部分的朋友會說 蛤 什麼 你要帶那個 就是手車站那個 可是 你是老男人 我說 原來我是 在他們心目中是老男人 沒錯啦 就是朋友 你說對了 我的確是老男人 可是你知道我本人有多美嗎 對啊 不要理毒蛇朋友 贏得國站弟弟家人的認同 比較重要 一開始是因為年紀有點隔耳 後來他一付出他的行動 讓我這樣感動了 所以也不再反對 他煮了一鍋的好菜 抓住他們的胃 抓住他們的胃 所以也不得不接受了 其實王國站 對張秀卿與前夫生的女兒 也像自家人一樣好 那是不是有說 明年還想再拼一個寶寶是不是 希望啊 但是就是 最近有試著 但是一直就是沒有消息 看有沒有人有偏方之 幫他生個 跟他長得一模一樣 可愛的寶寶 不要再放閃啦 最後就讓純心人對唱來作結吧 心安耶 想五彈吧 一世人都沒辦法 我會想的是你 我會想的是你 我會想的是你